是这个范例是动态的 所以如果你要做成动态的话 特别注意就说 上面一定要针对每一个按钮 像这个地方是一个net bar 讯览列 上面一定要加上他的ID 因为针对这个ID呢 我们才可以做出什么 连接到 比如说当我怎么呢 Click他的时候 点他的时候 要去执行哪一个方法 那这个部分呢 是 就是Fone Gap里面的一种固定的模式 一定会有个按钮 比如说是按钮的按钮他有个事件就Click 当他被点击就是执行某一个方法那方法名称一定是Function开头 那比如说我们今天 要先知道上面有哪一些包含就是说第一个我们有总共有五个页面 那五个页面分别是一个Map Home Display Display跟New 还有Eddie Note 就是这几这几个吗 那刚刚是这个了Eddie Note 就是说我们那个 就是修改里面资料库的资料 上个礼拜有这四个 那上面分别的话 就会加上几个重要的物件 特别注意一定要对这个上面的名称要熟悉 而且 你们将来呢 在加名称的时候特别注意也是一样 把这边一定要加上什么加上名称 这个按钮就是 BTN 底线 修 Map 一嘛 那这个是修 一 这个是 打卡的话 有没有 就是怎么样 就是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会连接到一个方 一个方法 对不对 那这个Map 有没有这个是一个什么 DIV 这个DIV本身的名称ID名称我们叫做MapDIV这个也是固定的 所以这个名称你一定要知道 名称不然的话你不知道说 他们之间如何去做一个事件 当这个事件触发的时候做什么样的动作 所以第1个 第2个的话 这边相关的我想名称这个是上礼拜的这个相关画面 请各位参考一下 那我们还有哪一些画面我在 讲义里面 就云端讲义里面也有放 就是说呢 我们刚刚的这个画面之外 那下一个 上面还有就是什么 包含就是ListView 这个ListView的名称 记得 他叫什么 他叫做 Resent 然后这边的话有一个打卡 他叫 Btm Btm create 1 那这个 2 然后这边有个show map show home 名称的话特别是一定要记起来 否则的话你在转写程式的话 会有问题 那还有包含就是说这边是show map3 上面这部分show map3 然后这边的话show home3 那这边有个route 就是说可以做什么路径规划 也就是说每一只手机里面一定会有装Google地图 如果说我要透过Google地图帮我做那个道不是导航 导航之前